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曾经是无数青少年偶像的棒棒堂,这两天因为一张重剧照片换起粉丝无限回忆,今天王子秋盛一谈道,大家一起坐下来,细数十二年的点滴,聊起那些年少往事,很多美好回忆又再度想起,希望未来大家一切都好,合体演唱会就交给天意。 金王子补充说,很难得的聚会,聊得很开心,当然最重要的是想要圆个梦,看有没有合体演唱会。 不止王子充满感触,阿维也谈道,要不是这个局,我老婆才不会让我周末出来,都是我老婆的功劳。 粉丝纷纷留言,超激动的,也说只少了一个傲犬,但因傲犬在国外拍戏,只能看他反台后有没有机会再邀请局。 王子左对于棒棒堂能否合体开唱交给天意翻设字脸书。 文字幕志愿者 detta乡